彰化湧進大賣場 黃姓老闆娘失蹤 超過48天 案情陷入膠著 朋友臉書PO文協詢 貼出黃姓女子的長相 工人比對 包含前台中市長夫人邵小玲的合照 還寫下希望她 只是遭到軟禁 沒有生命危險 而警方持續抽絲剝繭 有針對她的家裡 還有她的一些通聯 車型紀錄都有做清查 警方調閱大賣場周邊監視器 發現黃姓女子最後身影 是進到自家大賣場 從此人間蒸發 回顧整個案發經過 10月30號 丈夫向警方報案 妻子失蹤 11月15號 監視器拍到 丈夫在新竹竹北合體出現 還把太太的證件遺落 時隔一天 民眾散步 撿到拍出所 18號相約領取證件 當地分局要通知 這個秋姓男子 去領回他太太的證件 因故秋姓男子沒有去領這樣 秋姓丈夫從此消失 被發現沉失在台南安定的農田 警方追查彷彿斷了縣 如今涵蓋的範圍 新竹 彰化 台南 只是黃姓女子 至今還沒現身 生死未捕 有人才焦急的貼出照片尋人 希望能趕快角鬥她 記者 陳勝偉 陳廣日 張志凱 彰化報導